参加这次海上考核的有 055型驱逐舰拉萨舰 056型护卫舰东营舰平顶山舰 黄石舰等两型四艘舰艇 刚刚到达玉丁海域 各舰雷达相继发现空中目标 官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雷达等等好 开火 开火 拉萨舰副炮射先开火 与此同时 其他舰艇也对目标进行了自主攻击 此时 雷达发现有空中目标突破火力网 接近舰艇 各舰连续发射多枚干扰弹 借助干扰弹的掩护 快速机动规避 在发现海上目标后 舰艇迅速开火 在说到当面海区有敌潜艇活动的情况通报后 舰载直升机起飞 前出搜索水下目标 引导舰艇进行反潜攻击 为了增加这次考核的难度 训练中心组织水面舰艇 潜艇 预警机 直升机等 与被考舰艇进行对抗或保障 各种情况轮番上演 突出考察 复杂电磁环境下 舰艇综合防空反导 对海攻击 战时政治工作 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等能力 此次考核 我们紧盯新型舰艇战斗力生成中的重难点 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和时兵对抗条件 深入考察高强度对抗条件下 舰艇整体作战水平 努力促进新制战斗力的快速形成 视线转向东海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滋伯舰 济南舰 宾州舰 安阳舰 组成舰艇编队 奔赴东海某海域 开展技战术强化训练 在为期三天的训练中 大物航行 对岸火力支援 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实战化能力得到锤炼 我们一起来看 能见度不良 航行部署 能见度不良 航行部署 训练在大物中开始 能见度低 航行参照物模糊不清 给编队航行带来不小的挑战 编队指挥员根据航区特点 潮汐潮流 以及通航密度等信息精准指挥 确保编队安全通过误区 险情突发 发现来袭导弹后 各舰第一时间释放烟幕 并调整对空防御队形 对来袭导弹进行防御 处置险情后 舰艇编队在向敌阵地高速航行的同时 采取多种手段搜索识别目标 率先发现目标的宾舟舰 第一时间实施火力摧毁 其他各舰多型主炮 相继开火 对目标阵地进行精准打击 在三天时间里 编队训练全程融入战术背景 立足敌情 危情 险情 先后完成损管灭火 人员营救 多型武器实射等 多科目演练 此次海上训练 全体官兵克服农物 大风浪等恶劣气象影响 顺利完成防空反导 对岸火力支援 远程经济打击等实战化科目训练 有效提高了复杂调节下 射行使命任务能力 再来关注南海某海域的实战化训练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 护卫舰军队组织绵羊舰 洛阳舰六盘水舰在这里进行了多科目连贯训练 检验舰协同作战能力 刚刚抵达训练海域 编队便遭遇空中敌情 面对各舰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指挥员根据现场态势确定打击方案 洛阳舰绵羊舰组成防空队型 占领射击阵位 利用副炮对目标实施连续打击 绵羊舰副炮率先射击 洛阳舰补充打击 成功拦截目标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 空情威胁刚刚解除 编制再次下达人员落水险情 救生部署 绵羊舰根据人员落水初始位置信息 迅速调整航向航速 加强海面搜索瞭望 快速发现落水人员 编制根据海矿洋流等因素综合考虑 采取大舰救生方案实施救援 在连续三天的训练中 编队各舰先后完成 副炮消灭浮雷 单舰自行搜索导弹攻击 编队防空反导等科目训练 舰艇实战化训练水平得到检验 此次海上训练 我们立足海区复杂环境 突出使命课题检验 突出应急情况处置 全程融入栽数背景 有效检验了指挥员作战指挥 和特勤组织能力 舰艇协同作战能力 也得到了有效提升 只要是机会来得到 原主意课T检验 感谢观看